一年的學費 加州大學一年的學費是 150萬 對 差不多 一年學費要150萬 差不多就100萬 壓力也太大了吧 波波星球 記得訂閱波波星球 泡泡哥哥的頻道喔 嗨 我是泡泡哥哥 在我左手邊這位是 嗨 我是Roger 我們今天要聊聊 美國留學生的事情 去留學到底好不好玩 或者是會遇到一些什麼狀況 那我們先反問一下 左邊這個Roger 他去美國唸書唸多久 我現在唸 應該要唸大三 大三 對 現在是上課 所以你去美國三年了 對 算是 其實在遊學跟留學 其實不太一樣 那你當初為什麼 想要去留學而不是遊學 其實遊學的話是指 去那邊算是三四個月 在語言學校 然後跟留學不太一樣 是留學你要申請 然後你是有文憑的 所以遊學基本上是 去跟認識各個國家的人 然後去玩 然後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菲律賓遊學 然後也有去國外遊學 遊學其實是去短期的 然後它其實有包含住宿啊 然後它也會有一些 技術家庭 技術家庭 或者是它也有提供住宿 有些遊學的地方是直接有提供住宿 然後它如果有額外的 例如客外活動有一些就是 就是戶外的旅遊的部分 是要再額外再自費的 我之前也去菲律賓遊學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在申請留學的時候 你是從怎麼從無到游 就是怎麼去申請一些行政上作業 然後到留學這個部分 我是先去找 就是大部分 還有興奮還有推薦 就是可能哪一間社區大學比較好 然後就去了解以後 可能就去查說哪一個代辦 有跟這個社區大學合作 然後如果有些合作的 它就不會收你代辦費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花任何錢 它就幫你申請 它等於說賺它基本該賺的費用 但是它幫你做的一些代辦費是免費的 對 應該是學校有跟他們合作 所以就會分一些 就是可能給他們一個 Bonus 對對對 一個學生的一個金額這樣 那其實我們去美國留學 其實有分兩種對不對 第一種是 就是你本身就是英文要很好 然後去考一些 有些像我有些同學 他們是在美國學校 因為像台北啊高雄啊 這種就是城市裡面 都會有那種美國學校對不對 對 然後美國學校的話 他們就是會直接讓你安排 就是等於是直接上美國大學 所以它會安排你去考 你一定也是去考那些 就是美國的SAT 像台灣的學測 然後你再加上一些 如果你不是美國國籍的話 你可能就還要考語言認證 或之類的 所以不一定是讀美國學校 如果你是讀美國學校 更方便 如果不是讀美國學校 你就是考相關的證照 跟就是一些認證 然後再去考他們的大學 像台灣的學測 也是可以直接申請的 其實考試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他們可能美國學校 他們本來就是用美國的方式 在上課 就是有這個資源 對 所以他們會習慣 然後他們也是正常 就是跟著這個步調走這樣 那第二種方式是不是有 如果完全都不會講話的 這種人是不是要先去學完語言 例如語言學校 或者是先去讀社群大學 然後再考大學 是不是也有這種方式 對 就是如果你英文程度 沒有到那麼的 他學校要的水平的話 你必須可能要先去語言學校 然後讓自己的語言提升 然後他也會跟著 他其實也是上課 對 然後上課的話 他就會一直 就是你在那個環境 其實你很不難進步 不難進步 就是很難 很難不進步 就是會進步的意思 會進步的意思 然後他會讓你通過一個測驗 像假如說 好 假如說ABC 然後你從A開始到C 然後學校可能會要求說 你要就是假如說 你要申請那間大學 跟語言學校說 你需要通過C測 就是C級才能就是申請的 對 其實語言學校在很多地方都有 像韓國叫語學堂 那台灣其實有很多 就是外國人會來台灣 然後都是先學語言 也是去語言學校先學 就是當地的語言 然後再去申請大學 所以可是美國比較不一樣 他是先語言學校先學完之後 再去社區大學是不是 嗯 他不能直接 也不一定 他不能直接語言學校直接考大學 不行不行 不行 一定要經過語言學校完之後 再去社區大學 然後再上完兩年之後才能考大學 因為基本上你不可能一進語言學校的語言就變得跟 他如果突飛猛進 也有可能啊 看你如果 如果你有那個能力的話 你去語言學校結束 然後你可以自己申請 然後申請一般大學去考 SAT 然後通過那個托福 他就可以去 那你在這個途中啊 光學費一年要花費多少 我覺得我會先選社區大學 再轉一般大學的原因 是因為社區大學的 學費大概是一般大學的三分之一 才曉得 一年嗎 沒有 就總共啊 對啊 那學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 一樣的 可是當然私資跟學校就不一樣 因為他可能是一般大學 所以很有名 然後私資很好 然後社區大學可能就是一般班 可是他轉學率很高也不錯 社區大學一年的學費大概是多少 跟真正大學一般 就是你現在讀的大學好了 就直接講現在讀的大學 一年學費大概是多少跟多少 社區大學的話要看 有些學校是看你選多少課 那可是大概平均的話 一個學期可能是五千塊 美金 美金的話大概就是十五萬 一學期大概十五萬 所以大概就是十五萬 那如果一般的大學 你現在讀的加州大學 一學期大概多少 一學期差不多一萬五美金 一萬五大概是 四十五萬台幣 就約大學 四五到五十 一個學期 真的差很多 社區大學大概十五萬 然後一般大學要 四十五到五十萬台幣 就三倍了 好誇張喔 所以等於是一學期 以五十萬來講的話 一年的學費 加州大學一年的學費是 一百五十萬 對 差不多 一年學費要一百五十萬 差不多就一百 加州大學也太大了吧 所以你一個月生活費大概花多少錢 生活費 我要先說房租吧 房租大概合理的價格 應該是 一個月一千二 到可能一千五一千六 如果你要看你住的是不是 郊區或是市中心 市中心的話可能 一個套房大概一千八 你說一千二 一千二大概台幣三萬六 對 你說合理價格是三萬六 到四萬五台幣 對 我們是四個人一起住一個 大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的話就是 四千二 一個月 然後我們就出於 四千二大概十二萬 好貴喔 我之前看有人去打工度假 然後他就是住得很節約 但是他有存到錢 那他們住的這種是超級便宜 打工度假可能就是 不用花住宿費 所以當然就你也不能挑剔就是你住的有多不好 對 雇主可能就會給你住的地方 所以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啊 可能他們想去的是存錢或賺錢 所以就沒差這樣 OK 對 那 生活費呢 就是你的吃 就是吃東西啊 大概一個月會花到多少錢 一個月喔 一個月可能 一千 保守啊 如果很省的話可能一千塊美金 一千大概也要三萬 好了 可能要再更省 還是有可能 可是我大概 三萬是很省的嗎 三萬台幣 一般 一般 一般開銷 我啦 一千 美金在那裡算一般開銷 我 對算 因為他們你知道他們基本時薪 你幹嘛 你幹嘛 演講 那個意思 他們基本時薪很高 他們基本時薪一個小時16塊美金 吃的話36萬 然後住宿的費大約36萬 所以加起來就72萬 然後再加上學費 如果是讀大學的話 就是150萬 所以總共就是200多萬 是一年的學費加住跟吃 而且吃還不是很喜歡的那種吃 不是很奢華那種吃 是一般的正常吃而已 所以一年就200多萬 四年就要快800多萬 一千萬了 我覺得保守估計吧 我剛剛那個估計有點可能就是 你要過得很好 過得很好應該再更高啦 對對對 如果過得比較節約一點 可能就是800萬以下 我們就以這個大概的均價為標準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以你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差不多 那你在學習上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學習上 對 可能剛去的話 如果啦 如果你不適應那個環境的話 你可能就會 可能會跟不上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可能就是跟不上 因為每間學校其實都有學生會 尤其是這種 可能亞洲人很嚮往的學校 全部都會有台灣學生會 然後裡面有很多人可以幫忙 或是教你選課啊 就是如何去做 會比較方便跟比較 趕快上手 對 就是有一些小逆訣 對對對 然後大家是很友好的 你在那裡學習啊 就是有遇到什麼比較有趣的事情嗎 學習有趣的 就是 就是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萬聖節的時候 然後 老師跟我們說 如果萬聖節當天 這是一個數學課 萬聖節當天 如果你打扮得很厲害 或是什麼的話 你就 老師會給你加總分五分 總分五分算很高 總分耶 總分喔 就是總分 就是加上 就是可能五分等於是 期末考那五分那種感覺 然後我跟我一個女生朋友 我們就 畫的整個就是 就這樣子 然後整個這樣子 一整天晚之後再回家 對我是用 那其他課程人家不會就是用藝樣有關看你嗎 其實還好 因為美國人就沒關係啊 他們就是很 比較有自我想法 對因為他們 對於節慶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開放 跟一個文化尊重 他們也對他們也不會去 去批評或是去講什麼 他們反而會覺得你很酷 就是你 欸 蠻厲害的 對 那你有遇到什麼比較難忘的經驗嗎 難忘喔 我可以說 PARTY的事情 可以啊 就是 我們每天都在辦Party 也不是每天 就是可能週末有空的時候 只有週末嗎 你剛剛說你每天幾乎都在辦Party 就是週末的話可能就是看你認識的朋友他的朋友 你不一定是你自己朋友辦的局 可能是一個朋友他的局 他另外一個朋友覺得他們就一起去 然後他們就是在家裡 然後就是有很多長桌啊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 你知道美國那種紅色杯子 我知道 然後他就會有那個 球 就乒乓球球去丟進去 對對對 然後丟進去完之後你就要 輸的人就要喝 喝個某些東西 然後喝幾杯這樣子 道地遊戲 對 我們最後呢 給想要去美國 就是念書的人 或者是想要去美國遊學的人一些建議 建議的話我覺得 錢要先準備好 一年準備200多萬 沒有 就是你那樣的 社區大學我算過 大概就是50加72左右 大概也要100多萬 所以錢真的是要準備夠 而且重點是我們去 那裡念書是學生的那種簽證 不能打工 打工就會被遣返 對 就是很像 就犯法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錢要準備夠 壓力好大 錢的部分以外 那還有什麼需要特別叮嚀或注意的嗎 其實就還好 因為你去的話 當然我是自己個人去 然後就沒有認識的人 可是你慢慢的就會 會害怕嗎 其實有一點點 人生地不熟又沒朋友 說是興奮嗎 其實會有 對 然後你就是去會遇到很多 可能跟你一樣是台灣人啊 或是比較好認識的美國人啊 你就開始慢慢的就是越來越多人 然後參加社團 其實不難 就朋友就越來越多 對不難 其實真的不難 不要怕講英文 其實美國人知道你不是當地人 他們不會怎麼樣 我跟你說 我那個印度朋友的口音 中到一個不行 他們不會怎麼樣 就是你聽得懂就好 然後你敢講 你敢表達 他們在乎的不是你的語言 在乎的是你的個性 跟你這個人好不好相處啊 好不好笑 就是 夠不夠表達自己個性的一個人 好啦 今天分享了那麼多 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記得在下面按讚跟分享哦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只是想要跟泡泡哥哥分享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們會一個一個的回覆大家 也要記得訂閱 波波星球 泡泡哥哥的頻道哦 也可以訂閱Roger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哦 掰掰 記得訂閱波波星球 泡泡哥哥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